有关报道是不负责任的渲染炒作 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目的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确保国家战略安全 中国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明确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的核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中方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 并且仍在投入巨资升级三维一体核力量 发展低当量核武器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强化核保护伞 美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 不过是为了自身扩展核武库 维持军事霸权寻找借口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停止捕风捉影的炒作 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履行核财军特殊优先责任 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